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这个肩甲骨的上回旋造成的这个坚固撞击 那么今天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在实际游戏中的一个实力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推肩的凳子 那么这个推肩的凳大家看一下是一个在一个倾斜角度的 那么很多肩膀可能你们那些推肩凳它是一个直角凳 其实直角凳它是不合理的完全垂直的角度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这个在推肩的时候身体一定是略微有个倾斜 那么如果你是直角凳的话就造成一个问题的 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直角凳往后一清 那么只有一个这个凳子的这个棱去就是说和你的背部接触 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只手死死的压在了你的肩甲骨上 那么你的肩甲骨在这被按住之后 它是不可能就是很好的做出一个这个我们说的一个上回旋 因为其实我们推肩的这个动作来说的话 说了它其实还是一个外展是在肩关节外旋状态下的一个外展 那么你在做推肩的时候 这家股一定是在做一个旋转 所以说的话大家在做这个坐姿推肩的时候 你去选择凳子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这种倾斜角度 能够整体很好的和你的背部相贴合的这种凳子 而不是那种直角 然后你往后一坐就有一个棱子在你的背上 还有的话你可以也选择什么 你也可以选择这种上写的 但是很愚蠢的是什么 很多人把凳子调到一个最大的角度 他发现这个凳子还不是垂直的 然后在凳子下面在垫里有个杠链片 非要把凳子弄到一个垂直的角度 完全没有任何这样 好 好 感谢观看